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诧异 詹先生面对离婚一事表现得很轻松 脸上的笑如四月和煦的春风 但是这样的笑好像在这个节骨眼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在王女士看来 丈夫的这种看似好脾气 处处笑脸迎人的处事方式 就是他想要离婚的原因 王女士的话让我们大感吃惊 王先生真的如他所说是个两面人吗 对外好的一面 刚才短短的几句对话中算是领略到了 但是对内坏的一面 真的会如此恐怖 逼得王女士无路可走 只能离婚吗 这个我真的是心里的 就是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王女士语带哽咽 似乎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在今天的调解现场 詹先生真的会有如妻子所说的两面性吗 似乎好像让我们觉得不是一个人啊 你在徘徊 你在遮挡 外人眼里的模范丈夫 究竟有着怎样的表现 为何会成为婚姻的杀手锏 而调解团队的分析 又能否解开王女士认定的双面丈夫遗团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大家好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夫妻 是王女士和詹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想解决我们两个的婚姻关系 希望好聚好散 把两个小孩安排好 要离婚 是的 为什么呀 语言暴力 还有行为暴力 还有对家里不负责任 詹先生 今天我们娘 和我好 就是对他指出来的这些问题 你都认吗 应该是我的脾气性格吧 确实有 其实我感觉詹先生说话 有点挺害羞的样子 挺斯文的 笑眯眯的 跟刚刚我们这个王女士说的 语言暴力 行为暴力等等 似乎好像让我们觉得 不是一个人啊 是 他就是在外面表现的 在同事领导演中 就是模范丈夫 就是好然功 但是他就把最坏的一面 留给我跟孩子 就是不跟他在长期生活 你是感觉不到他那一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人前一个样 然后回家一个样 他就是本性是这样子 我跟他沟通好多回 但是一点都没有改 害羞 斯文 说话笑眯眯 这就是主持人张晏 对詹先生的第一印象 很难想象 眼前这么一个 不善言谈的老实人 跟王女士痛斥的 语言行为暴力 联系在一起 那么双面性确实存在吗 接下来 王女士开始了她的讲述 令人意外的是 她没有从丈夫的表现入手 而是谈起了詹先生的爸妈 这跟两人的婚姻 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结婚之前 其实我是一般是个不让一的 我们是从小是同学 但是从来没有跟他打个交道 他爸爸就是天天往我家里跑 我在外面打工 他就是最少一个星期 打电话来叫我 催着我们结婚 我就是不同意 是他的父亲打电话追着你 要你来跟他儿子结婚的 对 我跟他在一起打工 他从来都没提过 我一直都特别介意这个事情 我跟我妈 我说你不要老是催我结婚 我说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不是你们父母之的事 我妈就说 那父母说是一样 我说不一样 我说我是跟他过儿子 他都没有这个心思 你催着没有意义 你没有问问他的意见吗 他就是这样子 不说话 父母安排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的那种 没有自己的一点主见 这个詹先生能解释一下吗 似乎这个婚结的是你父母的意愿 来到这里了 这些老师都很辛苦 你要把握时间 你说你是紧张还是说 他就是这个状态 他一直都是这个状态 平时撸里巴说的很多 一到正题他就是没有话 我跟他沟通不了 张先生 你是紧张还是说 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时候我在外面打工 然后听我爸爸妈说 不是 说就是说了我这个妻子 然后跟他说我们俩 谈朋友嘛 给他个电话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短信上 也聊了一会儿 聊了什么 你能说出来吗 就像一般谈恋爱 我们说的约个会呀 见见面聊聊天哪 有吗 没有 就像他刚才说 他说电话形式 电话发发打印的 全是靠电话 就一条 他就叫我注意身体 我问他是谁 你知道我是谁 我干什么工作 没有回应呢 那你最后决定 跟他结婚的原因是 还是被父母逼的 因为我们两家 隔得特别近 刀直传 就算骑虎南下了 没有退路了 张先生是这样吗 家里人介绍了以后 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我对他的印象 打算可以吧 比较勤快嘛 勤快 还有吗 体贴人嘛 然后家里人也说了一下 所以我就结婚了嘛 对你刚刚说的两个优点 其实你一说出来 我就很纳闷 你怎么知道他的体贴 怎么知道他的勤劳 你自己去想想 在如今的社会 还会出现 只靠父母之命 几乎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实在让人有些费解 这也不得不说 是王女士自己选择的失误 而在这段婚姻里 王女士最为看重的 是双方父母的态度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真的能够支撑很久吗 残酷的现实 给了王女士答案 她第一次感受到极大的反差 就是从自己的婆婆那儿开始 然后蔓延到了丈夫身上 14年 未言加长言 什么都油言不尽的那种 还要照顾两个小孩 当时你的丈夫在哪里 在外地吗 在深圳 我在外地 不在身边 对我在湖北 结果我就说 我说妈 我说我病得好严重 我说你过来帮我看一下孩子 一句话没说 直接我把电话挂掉了 我当时说实在话 我有点伤心的 我就跟我老公打电话 说了一下情况 我老公也没有跟我说 让我给妈打电话 不管有没有个结果 你应该跟我回个电话 是不是 对 结果再过几分钟 我打过去 她的电话关机 我老婆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就打电话 给我妈来 叫我妈过去 然后我妈 来着 晚上没车 她说第二天去 然后我就生气了 然后我就把 就把电话挂了 是这样的吗 你能把细节说出来吗 我怎么从别人听到的是 你妈骂你了 你生气了把电话关机的 你就是因为在你妈那里 受了气才关机的吧 为什么妈妈要骂她 妈妈没有骂我 妈妈的脾气比较怪 然后就直接电话挂了 你不是第一时间 应该给妻子回个电话说 今天可能不行了 太晚了 妈妈来不了 你想想办法 你选择的是把电话关机了 当时我的心情比较反造 然后我就不舍机关机了 那这个时候你没想过 你的妻子在家里生着病 两个孩子 这怎么办呢 那时候没有什么交代 你知道她当时生病的状况吗 有多严重 知道吗 不知道 这时候我老婆说 她生病了嘛 那你知道她生了什么病吗 不知道 你也不想知道 你不着急 当然心情比较反造 所以就没想那么多 到最后好花了多少时间 好了 三四天 三四天 这三四天她都没有消息吗 她半个月都没有消息 后来我好了之后 我就直接带着我儿子来生争了 半个月都没有消息 没有 电话也没有一个过来 没有 信息都没有一个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我妈了 我妈找人去了 后来就问我好了 没有 我当时就好伤心 我说 我说我死不了 这次我结婚那么多年 第一次对她说话这个态度 我说死不了 没事的 这件事会让王女士觉得 跟嫁进来之前 好像是两个态度吗 对 她到现在我回家 她到处跟人家说 这是我女儿 你说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妈妈 你女儿这样子 你会这么冷漠吗 不要说妈妈 就是一个外人 用詹先生的话来说 母亲脾气古怪 所以有些不通情理的地方 也不好责怪 可是作为丈夫的詹先生 自己又做了什么呢 妻子病中深夜求救 她关机失联 该有的关心照顾 压根没看见 这别说是一对夫妻 就连普通朋友 都不会如此撒手不管 詹先生究竟在想什么 他对妻子究竟有没有心 诸多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 王女士又丢给我们另一个重磅炸弹 不久之后 她再一次突发疾病 在单位倒下 而这一次 丈夫的表现比上一次过犹不及 绝望中的她 更是看清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丈夫的眼里 自己的性命 还没有一把雨伞来得重要 后面又死了一次病嘛 都要去抢救了 应该是类似中风的那种 头老是清醒的 不能说话 不能走漏的那种状态 我手还有一点知觉的时候 电话基本上 说话都说不了 就跟我老乡发信心 我说叫她赶快 过来带我去医院 11点钟的时候 给她发的嘛 她11点半下吧 她一定要等到11点半 你非得等到 下了班才能过来 当时我想 她没发觉 我发给老乡了 然后 然后我后面打电话给她了 好像她 打电话我已经说不了话了 正常情况下 我们接到有同事说 你老婆在车间晕倒了 那还不是赶紧 第一时间跑过去 还先看看 还有半个小时要下班 我等火 这个说不过去嘛 但是我想应该 没那么严重 你说一般正常人 是不是第一时间 要去医院 他说什么 别去宿舍 先把车开宿舍 去老书房卡 他的同事就说 你这个肯定要先 抢救人 去拿车把卡 干什么 他说没车把卡 等一下花好多钱 听到这些话 我特别伤心的 因为我感觉 我已经撑得不到 那时候了 我就说别听他了 赶快去医院 一到医院 一到他车上 我就 后面抢救什么的 我都不知道了 我就是撑着到那时候 因为我说 我这么年轻 我要是真的正风了 我怎么办 我不是 自己要死 不过这种人 我靠不住 我的孩子 还有我的父母 那时候身上没带钱 没带卡 我怕医院 等会儿 他不给我们 不抢救 下车的时候 不是先抱我上车吗 他说他的伞 在车上没拉 他就拉伞 还是不顾我 就是事先 把他放在 那个急救室 去了之后 我再想着 拉伞 詹恩先生 处理妻子 两次重病的表现 太不同寻常 让人不禁纳闷 他究竟是 对妻子毫无感情 所以漠不关心 还是情伤太低 无法处理家庭问题 詹先生沉思许久 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应该是冷漠 我皮性格是烂样的 那你对外人 为什么是那么热情的 我是拉链做了 你不满意了 还是怎么来 没有 詹恩先生 把自己的问题 归结为本性 王女士显然不满意 因为他看到的 是丈夫对外人 如火的热情 自己喝很便宜的水 会跟他们买牛奶 买好的呀 几个人在一起 在办公中 他怕他自己在擦了 还要顺便把几个女孩子 一起擦了 原来詹恩先生 还有这么温柔体贴的一面 可这一面 为何不能在家人面前展现呢 对于这个问题 王女士也在苦苦探寻答案 可结果并不尽人意 你看老四跟他们交流也是 我跟他在家 还要还要飞进多少倍 我这里有跟他 发的一些聊天截图 没有回应的 就是石城大海 我看一下 放假的时候 我跟他发的 是一个嘴巴 然后上面缝了一根针 后面配有文字 这张图片第一感觉 是不是很疼 这是新加坡的一则公益广告 它是在提示着我们语言的伤害 会有多痛 而你却看不到 一旦矛盾发生 特别是亲人和爱人之间 会口不择言 总是用最恶的话语 来发泄情绪 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 把最差的脾气 和最糟糕的一面 给了最熟悉和最亲密的人 却把耐心和宽容 给了陌生人 对我和孩子 有没有发自内心的关怀 要有自知之明 所有的都没有任何回应 你可以让他回复一下 张先生 你看到过这些微信吗 当时好像是发给我 发给我的时候 这是什么 他上班的时候吧 他休息的时候 我也给他发过 没有回应 这个不重要 你下了班不看吗 这是借口 从厕所还看一下 你当时看了没有 还看了 看了 因为他也转给我看了吗 就那个图跟那个文字 是转的 那后面 后面这么些话 不都是他自己说的吗 看在孩子的份上 我没做出什么过分的 可以把我不当人 但别忘了 你还是两个孩子的爸爸 你做个有担当负责任的人吧 我以为那个是转载的吗 你以为这个是转载的 这是真话吗 是真话 他让我特别特别抓狂 你好说歹说 没有回应 但是他一天当晚 抱个手机跟别人在互动 买红包 聊天啊 工作什么都用 他就是不跟你交流 我这里看的有一条 是他回的吗 这发过给你的 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 这是他唯一 我看的有回复的是一个截图 他叫我帮他收快递 他很自信 各种信息石沉大海 唯一的回复 就只有去拿快递 丈夫的冷漠 建立起了一座坚固的堡垒 让王远世无法攻破 如今 他绝望到 只能结束这段婚姻 可调解员胡建云 却好像能一眼看透詹先生 他下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詹先生的冷漠和木讷 其实并非本性 而是为了掩饰自己 最不愿意试人的东西 那就是自私 今天一上场给我们 印象很深刻的老实人 詹先生 他是不是真的老实 我先告诉你结论 詹先生 他说你很自私 我认为是对的 你看啊 我们讲这么几个点 第一个点 其实有很多个点 你是知道怎么回答的 你的说不出来 并不是你真的 有多么的笨 而是你在徘徊 你在遮挡 这不诚实 你没有运用你内心的诚实 来面对今天的较量 所以很多时候 你是很犹豫的 什么事情 我们试图在心里面藏着 其实都写在脸上 再看第二个点 所谓的 外面一种人 家里一种人 大家也会很纳闷 这个勤快的小伙子 对吧 会帮同事买这个买那个 考虑那么细的人 他怎么在家里面 就是这样的 凡事对你有益的 你会很积极 凡事已经没有收益了 你会很消极 你对领导同事很好 但我可以猜 你不可能去做社会公益 你曾经对你的妻子不错 但一旦他成为你的妻子 你得不到更多的收益 就开始同样消极 一旦想到可以给我带来名呀 利呀 就会出现一种表演 在自己的孩子面前 还有你的至亲面前 你就可以清楚地照见 像镜子一样 照见自己的修养水平 而不是在同事和陌生人面前 更不是在有所求的人面前 我想先跟丈夫聊一下 你是想一下一个女人 她跟着你生儿育女的 她一边要承担着周围 给她的一些压力 另外一边 她要承担着 在家庭生活当中 你对于她的一种情感上的忽视 有几个女人能够受得了 这十年其实是你老婆 给你和给孩子的机会 但是遗憾的是 你从来都没有把握住 一个男人在一段感情生活当中 我觉得有很多细节的问题 是有可能会犯错误的 比如说比较粗心 可能会对老婆在言语上 不大会哄 但是往往在一些最关键的时刻 男人下意识的一种反应 她其实才真正地 会伤了女人的心 就从刚刚她发的 那些微信当中 看得出来你心里没有她 就从你送她到医院去的 那一种种系列的细节当中 看得出来你心里没有她 也许你心里所有的 是那个你孩子的妈妈 你有那么一丁点的 是一个跟着你在一起 过了十年的女人 当然她是阿猫 还是阿狗不重要 事实上任何一个女人 如果跟着你过了十年 这样的日子 都会产生我刚才叙述的 这种感受 两位老师一边倒地批评了詹先生 接下来心理咨询师苏丹 设计了一个游戏 试图让两人看清楚 各自的问题 首先她把两位请到了厂中央 相视而立 然后给詹先生看了一行字 要求她不能开口 仅靠肢体语言把这行字表现出来 我还是理解不透 单一的动作 僵硬的肢体语言 哪怕最后走投无路下跪了 詹先生都没能让妻子 领会自己的意图 接下来苏丹让两人身份互换 她给了王女士另一句话 由她展示 詹先生猜 可效果依然不甚理想 咱们一起回家吧 咱们一起回家吧 咱们把心睡回来了 不做了可以吗 我感觉我们都猜不到对方的心 王女士很失望 想要放弃 苏丹老师决定 派上两位观察员 来替代夫妻俩表达 首先上场的是观文 我的心好痛 回来安慰一下吧 按照观文的笔画 詹先生很快就猜出来了 接下来武运上场了 老婆我爱你 我们一起回家吧 同样一句话 同样的表现形式 可是换了一个人 却有了截然不同的效果 这在苏丹老师看来 很能反映问题 让对方读懂你困难吗 困难 很困难 困难在哪儿 还是不懂我吧 这晚呢 他怎么那么懂 关文老师呢 是 这就是关键 对 其实这就是你刚才 那句话 为什么他不懂我 却总是跟别人 真的互动得很好呢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观察到 刚才 关文老师 是怎样表达的 他表达比我好 表情跟动作 都做得比较到位 很多的道理 我们无需去 再用那些心灵鸡汤来灌 可能刚才的这些行为 你们要去 好好地去思考 在日常生活之中 包括女方 更多去思考 不是用多少语言 而是用多少行为 让对方读懂自己 苏丹老师提醒着双方 在沟通的过程中 表达和接收 同样的重要 两人都有需要 感政的地方 接下来 廖阿姨趁热打铁 用一个她在场外 看到的小细节 劝王女士能够回心转意 而这个细节 让一直表现得 有点木讷的詹先生 在现场忍不住流泪 你一直在埋怨着自己 是吧 我是个美 我一直觉得 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 我一直在 因为我一直看你们的节目 我觉得我是哪里做的 他要这样对我 他对别人是哪里 对我是这样子的 好 觉得很失败 不失败 你怎么会失败呢 我不敢跟人家说 说的话 人家说我这个人有毛病 不会的 在场外 我看到那一对孩子 那个儿子跑来跳去 他一直跟随在弟弟的旁边 我说你为什么一直拽着他 不是 他也去场上看我的妈妈 你的儿子说了一句话 我问你可能不知道 我说你为什么去看妈妈 他说我妈妈发的妆好漂亮 我想了想 我觉得这个家 真的有幸福感 也有快乐感 是吧 那么会改变吗 会改变 他也知道我自己错了 由于你的包容 由于你的理解 也许 那你的丈夫 她会很感动 知道吧 廖阿姨希望王女士 看在孩子的份上 再给丈夫一次改正的机会 可是这个机会 王女士是不打算给的 她告诉大家 丈夫除了为人处事的态度上 表里不一 让她十分痛苦 在工作方面同样如此 在领导面前 她是这样的好员工 就是你分给她的事情 到她力所能及 她一定不让领导 抄给她那种 实干型的 就是实干型的 没有那种思维 就说怎么讨小的做 就是她实实在干 可是只有王女士才知道 丈夫还有着疯狂冒险的那一面 也正是因为她 这不脚踏实地的一面 几乎给整个家庭 带来灭顶之灾 就是她听她妈的话 做了一件让我不能接受的事情 14年的时候 去传销那里了 就是我精神上彻底受刺激了 而且我们两个是白手洗脚到现在 所有的钱在她身上 后来我还是想到 我说你就算人回来了 钱搭进去了 我都接受了 回来就是死会要跳楼 我们住在11楼 我是那两三天 我是没有睡觉 我上厕所 我把她拉到厕所 门口站着 基本上睡觉 我就拉着她的手 基本上几天几夜 我没有睡觉 她也不吃不喝的 就是整个人像被人家 我就说她被人家下药了 我喂她吃东西 她嘴巴打不开 我拉起来 她一个大男人 我拉起来 她就像个面条一样 倒到床上去了 我说我们回家离婚 后来她就是 没办法她就不去了 詹先生 他说的这个事是实吗 是实 就是当时来说 那情绪比较激动 当时从哪里回来 听我老婆说 要大不了回家离婚 然后就放弃了那个念头 然后就老大 休息了几天就上班了 但为什么妻子 还是觉得你心里 我们不敢错觉到那个东西 后面谈都不敢谈那个婚 然后我都不想了 王女士费了九牛二骨之力 把丈夫从传销骗局中 拉了回来 但是这件事 却深深地刺激到了她 因为传销的背后 很可能代表的是 对物质的渴求 对于不劳而获 工作方式的认可 如果说詹先生这一次进入传销 是误入歧途情有可原 那么接下来她做的另一件事 就让王女士 更加笃定了自己的担忧 据说她还会去赌马 或去买六合彩 这件事情也是让你觉得 是 她提一天到晚包手机 就是这个 吃饭 除了吃饭时间 她回来就是研究那个东西 很入迷 我就说你 适当地看一下 你把她当书乐 你不要把她当 当赚钱的一种捷径 不停 因为买这个六合彩这样赌 会影响到她对你的态度吗 会 她没有买准啊 她输了钱啊 没有 一般都是买 她就会有态度不好啊 在那里自言自语的 我一说她就是 不用你管 买马但是买得比较小 买马我也想赚点生活费 被放租很累的嘛 但是我没有骂人嘛 还没有骂人 小孩子一吵 你就怕是打之吼吧 影响力 应该是我的脾气 应该脾气性格吧 后来 她又玩手机嘛 我跟我儿子洗头发洗澡 儿子哭了 她又在那骂儿子嘛 我就踢了一下她手机嘛 她就 她就上来打我嘛 嗯 她就直接 感觉你这个女人 现在要反天了一样的 直接二光 二光我就觉得她是失手了 我就当时拿了 我个小塑料钉 我就打了她 她就再甩一耳光 我当时我就清醒了 之后她就一旦没回来 就离家出走了 江先生 很难把你和那个 动手打人的形象结合起来 当时 当时我老婆 给我儿子洗澡嘛 然后我儿子在哭 然后拉到她几次 然后我老婆出来 看到我在玩手机 然后就 踢了一脚 我桌子上有蛋糕 我把蛋糕 然后蛋糕扣在我头上呢吧 然后我才打她 你没有想过 这个事情有别的方式 可以解决吗 她回来就当你是空气 从这两件事情上面 一个是传销 一个是赌码 这两件事情上 你会对张先生 有个什么样的 总体的评价和认识 好高污染的 有点不脚踏实地的吧 不大靠谱 对 王女士细数了 丈夫对家庭 对工作的种种不靠谱 但是张先生的回应 始终了了 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 我的性格就是如此 她的这个说法 让观察员武运很不满力 在她看来 张先生不能用这么一个借口 来搪塞自己做错的 所有的事情 张先生我想问一下您 您自我评价一下 您是不是一个老实人 是老实人 可是我想提出另外一个观念 说吧 您到底是一个老实人 还是一个消极 消极是什么 不作为 不承担 不负责 不学习 我看到的是更多的这一面 在婚姻当中 在家庭关系里 你的多重身份和角色 其实注定了 你必须要 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 否则的话 你已经不能够胜任了 你给妻子的温暖在哪里 你给孩子的 疼爱在哪里 如果你不具备 对不起 你很可能要被淘汰 如果我们给予不了妻子 更多的一些优越的物质条件 那么我们就给他更多的爱 如果这一点你也说 对不起 我做不到 这是我的性格使然 我就这脾气 我就这个性格 那我还真想说 您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非常的不提倡 您用这个方法 去搪塞所有人 赖在其中 让别人成为 能够原谅你的理由 借此 我们不去成长 通常人家讲 叫知人者智 就是能够了解 他人感受的人 这个叫智者 那智知者明 就能够认识自己的人 我们叫明白人 但最怕的是什么 是不知道自己 是一个无知的人 如果一个人 不知道轻重缓急 如果你身边的人 都是这样的一群人 你是什么感受 男方 你自己做丈夫 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做到了什么 好好地反省一下 说你好高骛远 我还说你患得患失 你的很多重大行为 你看进入到传心 你的结婚 结婚之后处理 你妻子的生病的 突发状况 都在印证这些东西 你非常紧张 你内心非常非常紧张 因为 你处理不好 内心的这一些 过于自私的想法 你内心充满了攀皮 焦虑不安 非常复杂 你没有冷静地 去思考过 其实一个人 最佳的状态 应该是怎么样 你更多考虑的是 我怎么样 给你一个最佳的印象 那我们何必 我们干嘛不在内心 真诚一点 美好一点 你说你活得多累 很遗憾 现在我就是 建议大家用洪荒之力 来列举你身上有哪些优点 我都会觉得 特别是 你妻子今天说要离婚 从感觉上来讲 我是非常支持 虽然我 清楚地觉得 其实他不是一个 下决心可以下到狠狠的人 这也是你的性格上的问题 当初结婚的时候 明明知道不喜欢 下不了决定 随着大有走 今天我可以下决定 今天你来到了第二次选择的时候 是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两结婚到现在 有没有曾经在某一个点上 你觉得自己是爱她的 我不能相亲相爱 我一定要做到相亲指定 我一直尊重她 包容她 基勒婚 你就是她真心的 我来问一下 张先生话 你爱过她吗 爱过 但是表语言上面 你自己觉得自己爱她的 依据是什么 你看到了自己 哪一些内心活动 或者说行为表现 你觉得你是爱她的 有没有 我可以给你时间 没有爱的婚姻 往往就是一种 煎熬 慎重其见 我们进密室再探讨探讨 都说一段婚姻里 最重要的基础就是爱 但张先生在如此关键的问题上沉默 实在让大家看不到这段婚姻的希望 吴老师希望两人能够慎重考虑 在密室里 廖阿姨希望南方能够有所改变 对于廖阿姨指出的问题 张先生都承证 这些我都会改 你说会改 我还真的替你担心 可能是她的神情太过放松 或是她的承诺来得太容易 一向劝和的廖阿姨也是有几分不放心 与此同时 苏丹也在密室里正和王女士沟通着 王女士认为两人相处的情况实在不理想 所以对婚姻做好了打算 你现在就是非常坚决的 对这个你们夫妻关系的程序 就没有任何一点想法 没有 我想了半年 你有些什么样的安排想法 经济方面 我真的不指望她能给我什么 现在就是我叫她的心态放好 把孩子教育好 王女士态度很坚决 基于场上双方的陈述 调解团队也认为 应当尊重王女士的选择 所以苏丹带着王女士的想法 跟场上的詹先生做了沟通 刚才也做了一些多方面的沟通 包括说她可能也会有些改善了 但是她心也如此的坚定 那么你看看 自己考虑一下 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看她小孩那么小 这样你们这种无效沟通 也让她非常的痛苦 比起一个不好的状态来带孩子的话 她真的还不如分开 也许她的状态会好一点 詹先生能接受离婚的结果吗 密室回来之后 双方又会有怎样的选择呢 我想问一下两位现在的想法 我错了 我改 是吗 我一定会改的 给我一次机会吧 对不起 我还是坚持Rana的想法 还是要离婚 对 詹先生呢 我会尊重你的选择 如果他选择离婚 你也同意 对 詹先生我们更希望的是 你在学会尊重 他的感情的同时 开始尊重自己 因为每一个人的内心 都会有一个特别美好的灵魂 你自己把他给找到 让他强大起 两人最终已分开遗憾收尾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也想提醒詹先生 他犯的最大的错误 就是把最好的一面给了陌生人 把最坏的一面留给了家人 究其原因 不过是因为家人 给了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给了他任性的空间 其实家人才是我们生命中 最重要的 他们陪伴我们成长 陪伴我们走过这一生 希望詹先生 在今后的生活里 能够珍惜这样的缘分 能够找回这一份 被忽视的美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